中华国际慈航功德会将于12月30日 在高雄福城高中举办佛陀设立祈福法会 中华国际慈航功德会将于12月30日至1月1日 在高雄福城高中起见佛陀设立祈福法会 期望世界和平 互事喜灾 关于我们年底跨年的设立法会 那姻缘其实要从更早的开始 就是我没有出家之前 那开始的时候就是民国一百年 我们办了一个所谓的包那个立新邮轮 那我们叫做慈悲 这个千年慈悲的一个首行跟载行 甚至于圆满行 总共是六年办了三次 那那个办的时候大部分就是利益 利益到海上的这个众生 去年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办完的时候 我们就打谢了祝山长老跟大德 那后来就去高雄 我们去看到了 去拜访那个 高雄有一个陆军官校26期的校长 叫陈良佩 陈校长 在跟他打谢的时候 校长就说啊 这个我们这个大陆上有一个和尚 德力和尚 那他原来是少林寺的武僧 那他正好想有一个佛陀乐谷设立 想请来台湾跟大家这个祈祝福 那我们的想法 我的想法跟我师父的想法就是说 这个佛菩萨说啦 见佛谷设立如见佛 这是第一个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书上说 经书上说啦 见佛陀设立不堕三恶道 那我在想说 既然我们敏戒的傍晚 我们对我们在世的这些 我们这些好朋友们 我们这些六亲眷属 也要去做一个祝福 所以我们就接下来 办了这个佛陀设立 设立为佛家珍贵无比之圣物 具有不可示意的加持力 见设立如见佛陀 欢迎民众同瞻法意 击掌无量的福德 史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台中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